Redmi今年将会带来一款搭载210万秒充技术的新机 这将是Redmi今年的快充之王 此前Redmi Note 12探索版率先量产商用了210万秒充技术 并将充电时间带入了个位素时代 仅需9分钟就能充自100% 据悉,Redmi 210万秒充技术采用了三充电IC架构 210万的输入端会分流成三路 每路电压电流分别为20伏3月5日 之后分别经过三颗充电IC降压伸流至每路10伏7 在三路河流为10伏21R 最后经过双电芯分压 两块电芯分别承受5伏21R的充电电压电流 三颗充电IC分散布置 避免了发热集中 可以最大程度延长高功率充电的时长 同时转化效率高达98.6% 三颗峰值功率100万 总功率上限高达300万 在电池端Redmi也进行了优化升级 采用1041高倍率双电芯电池 2x2150毫容量 每块电芯的输入电流高达2位1000毫安 双电芯间环引入了SAL8L技术 当检测到两颗电芯间 电压容量出现差异时 会开启内部平衡电路 使其均衡 充电器内部环采用了先进的灌胶均热技术 使充电器能更长时间稳定高功率工作 充电线上则内置了小米定制MARC芯片 既支持小米自由210万快充协议识别 环间容PDTOC协议 谢谢大家